事件发生以后 我们组织力量为老学校周边 划定了589某的野外公共山林区域 进行了细致的搜索 对校外区域涉及到单位居民区的 我们采取了走访排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搜索 并发动单位居民自行排查 此外我们还使用热成像无人机 对该片区域进行搜寻 未见异常 发现尸体的粮库 所在位置于589某的野外公共山林区域临近 与志远中学胡某宇宿舍 直线距离为226米 步行距离约400米 该粮库占地面积92摩 围墙高约5米 内部主要区域专有视频监控 门口有门位 24小时职守 并养有护院权 未经许可禁止进入 我们先后 于2022年的10月20号 21号 11月的26号 27号 开展了四次的搜寻 对粮库进行了走访 并对全部建筑物内部 开展了搜寻 也对粮库盘的玻璃厂 废系厂房 进行了搜寻 但胡摸鱼的尸体 异调地点 位于院内约 9300平方米 树林区域内 为搜寻到位 2022年 11月27日 下午搜寻时 走返民警 在完成该单位内 东北侧废弃属舍 搜寻工作后 前往事发现场附近的 树林 挖地时 该区域之被茂名 未发现 异常情况 也就没有继续深入搜寻 而是要求 该单位 继续开展 自查工作 发现异常情况以后 要及时报告 以上情况 说明我们工作 还存在着过去 我们也将举一方三 进一步改进工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